投资人等待即将公布的联准会 十一月会议纪要 百思买best buy等企业财报 稍来好消息 进一步提振市场情绪 美股主要指数全数走高 标普百收涨超过百分之一点三 收复四千点大关 道乡指数收红近四百点 纳指申超过百分之一点三 费办指数进阳超过百分之三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高 道乡指数扬升三百九十七点八二点 收三万四千零九十八点一零点 纳斯达克上涨一百四十九点九零点 收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四点四一点 标普百上扬五十三点六九点 收四千零三点六三点 费办指数上涨八十点九九点 收两千七百五十六点八二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人担心中国最新疫情 将导致北京当局 重返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 而这可能预示全球经济将开始走向衰退 不过欧洲股市今天仍然反弹收高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红 英国股市大涨七十五点九九点 收七千四百五十二点八四点 德国股市上涨四十二点四二点 收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二点三五点 法国股市上扬二十三点零八点 收六千六百五十七点五三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